你要问泰国买房靠不靠谱 我今天很很确定的就跟你们说不靠谱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教授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李 我们现在在美丽的北壁府 然后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很多粉丝询问我们的话题 就是关于泰国买房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泰国的房子真的有甚至空间吗 中介就让你买房的时候经常会说 泰国现在就是未来的发展那么好 然后然后房价现在是多么便宜 然后以后会翻几倍升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买过房的人 他的房子有没有升值 泰国的现实是他的地大 物博 物倒是不是很博但是地非常大 就是有的是地很多地的这个现实造就了 他造房子就成本不是很高 所以他的他的这个房价 就不会有急剧的上升这种空间 而且他们泰国人对房子的需求 没有我们国人那么大 泰国人不缺房子 而且泰国人买房子非常的方便 很很简单 包括贷款啊各方面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泰国人根本不缺房 所以房子不是特别紧缺 也没有 呃像国内一样这么多人炒房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想要升值真的就 除非你是在地段特别好的黄金地段 那种那种 那比如说曼谷的 然后市中心 然后下楼就是地铁站 那那种特别特别稀缺的那种房子 还有可能升值 但是那种升值也是和国内比 是完全不能比的 对你有那个精力和金钱和时间不如买一个两三线城市的小房子都比他升值的快我觉得 然后怎么去看这个地段呢 黄金地段就有的中介就会给给你鼓吹你的房子就是在黄金地段 可是这个黄金地段和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上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中国可能在三公或者三公里或者五公里之内 就是距离那个CBD三公里五公里或者距离地铁站 呃徒步一公里或者多长时间就会觉得是在 市中心 对是在市中心 你让地点非常好 可是在泰国你出门想走几百米都没有人想走 就都是开车都有交通工具 而且有的泰国说你的这个房子是学区房或者怎么样的 在泰国上学的这些家长不一定是住在学校附近 因为所有人都有车 所以对学区房这个事就没有那么追求 然后中介呢还会跟你说一个点就是他们会托管 然后帮你代租 就是你放你把房子买了以后什么都不用管 你在国内待着坐等收钱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帮你打理我们帮你出租出去 然后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 我觉得天上没有要宪明的好事 对啊 就没有白捡的 你想你花了几十万 哦来泰国买了一套非常好的房子 啊天气又好 然后房子又大 然后还有院子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中介替你打理 但是事实上就是就拿疫情期间来说 很多代办的这些中介公司啊 房地产公司都倒闭的倒闭 然后跑路的跑路 就你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 然后你能看见小红书上 或者别的平台上有非常多买房被坑的事件 大家可以仅以为戒 对吧 他们会是会跟你签一个那种合约 协议就是带租协议什么的 但是如果真的租不出去你找 没用的 找他们他们也不会帮你 对尤其是你人在国内的这种情况下 天高黄低远 你又不在这边 一两年以后他们公司有没有还不知道的 人都去哪儿都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疫情过后都还好说 你像现在疫情中的 像我们小区也是大把大把的房租不出去的 闲置很久的 然后那个院子草已经长到比人还高了 那太多了 然后我们有朋友也买了好几套房的 然后另外几套房父母也过不来 然后可能就交给园丁啊什么的去带打理 每个月还要花费很多的修缮的费用啊 打理院子的费用啊 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人在国内过不来嘛你管不到 就不像你在国内买房保障这么高 然后你在国内还能自己能看得到 能摸得到 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还是不太有安全感的 就没有什么保障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介会跟你说 你这个房子转手卖的话也不会亏钱 就算以原价卖也不会亏钱 然后是你的房价不会往下降 但是你在买房的时候付出的那个成本里面有10% 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吧 给中介费给那个手续费什么平时的管理费啊 然后就算算起发高的吧 你买房的时候外国人买房的那个钱 可能本地人买房还不一样 外国人还会高一些 所以这些所有虚高出来的这个费用 已经就和你这几年房产升值的抵消了 对 或者还超过了房产升值的这个空间 所以就算你以当时的房价卖 你也卖不到你当时买的那个价钱 很多人会来这边买别墅 就是有一个别墅 然后因为众所周知这个外国人在泰国买别墅 是没有这个永久产权的 中介就会告诉你各种方法 第一种是30年租约 给你签一个30年的租约 然后签三份 就一共90年 然后你就可以在理论上 你就可以在90年之内拥有这个房产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30年以后 世界是什么样 然后你的国家是怎么样 政策是怎么样 你那个中介还在不在或者怎么样 都不知道就30年你想想 三年之前是什么样 我们都很遥远了感觉 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 对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更何况你不是在自己国家 在别人的国家 那你更不是你说了算了 在国家你起码还有自己国家的法律 保障你的这些权利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以公司的形式购买 公司的形式就是 就是你可以占这个公司的49% 这是最多了 就自己注册公司对吗 对 然后你这个公司必须是你和泰国人合资的 然后另外泰国人必须占51%以上 对 所以 当然你可以签各种协议说 你可以有这个公司的 呃掌握的权利啊决策权啊 嗯 任何都可以 但是 这个公司能持续多久 这个公司能存活多久 会有很多变数的 而且你注册的是一个空壳公司 你没有实际的业务 你在运营这个 保持这个公司 持续的存在的前提是他需要做账 他需要报税 他需要 需要通过监管机构的一个 一个审核 对 所以如果有一天 监管机构说你这个是个空壳公司 或者我们要给你取地掉 你一点话都没有 然后你的房产也没有了 就说到说到底就还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保 没有真正没有人可以给你保障 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拍的胸铺保障 你这个房子就百分之百 就属于你 然后有永久残权 就算这个泰国人 可能跟你关系特别好 但也有可能有一天他可能闹崩了 使什么坏心眼 然后把你踢出公司或者怎么样 这都都说不好 对不对 当然不能把人想那么坏了 但是你买房这么大的事情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你起码要规避掉这个风险嘛 嗯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让一个泰国人代持 就是特别好的关系 你让他代持 就你交钱买了这个房 你让泰国人代持 然后泰国人跟你签一个协议说我欠你几百万 我拿这个房子抵押给你 哦 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不还你这个钱 这个房子永远是你的 哦 他就一直不还你钱这个意思 对 但是房子就永远是你的 这个也是理论上很合理 嗯 但是如果这个泰国人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这个泰国人死了 你找不到他 或者有什么原因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 这个泰国人在外面欠钱 或者他在他在银行有贷款 然后银行 来找你收回这个房子 对银行 他和银行也签了这种抵押协议 嗯 然后银行会来收回这个房产 那挺恐怖的 对 你也有一个协议 银行也有一个协议 那你说是谁呢 你去法院告你 你猜这个法院会支持谁 所以这个风险也是有的 所以经常有粉丝问 这个在泰国买房靠不靠谱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会给你一个 确切的答案说靠不靠谱 中介也不敢给你派的胸部打包票 下面是购买公寓 很多中国人觉得可能别墅的风险太大了 我购买公寓可以 公寓确实是外国人有永久产权 外国人是可以购买公寓 然后有永久产权 对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还觉得要买两套 自己住一套 出租一套 租养房 其实国内人过来买房很大一个心理的原因 就是因为便宜 然后觉得它是永久 觉得它是永久产权 对 但是 又有但是 但是 泰国人租房的话 这个公寓太多了 刚才前面咱们说的你的地点 你的位置什么各方面的 嗯 是不是够好 一定要绝佳 如果够好的话 你租可能还好租一点 但凡偏一点点又赶上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肯定是特别难租出去 就现在目前我们身边有在地段非常好 在泥曼路有有公寓的朋友 房子都愁卖一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 就是很头疼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管理费物业费 是不是公寓的管理费很高 公寓的管理费物业费水电费都会比别墅高 哦 然后高很多 你要是在国内你还得给中介的那叫什么管理费 管理费 对 就你房子空在那儿 你那个钱就一直往里砸 对不对 如果你就算收了房租 这房租也很 微薄 很全 能租多少钱 对他们这个公寓的 就是非常好的公寓 一个月也花不了多少租金 你想别租一个月才三四千的租金 公寓也就一两千左右 然后你的回报率非常低 但我觉得你付出的精力跟管理费这样一算的话 确实你的收益 嗯 我觉得是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太值得 对对对 但是有的人会想我做短租啊 装修的好看一点 哦 做那个LBNB或者说 做LBNB 然后做短租 嗯 公寓做短租 在泰国是违法的 哦 他就是不能以这个来牟利嘛 对对吧 你可以 确实有的人在做这个事 只是人家没查你而已 如果查到你给你给你罚个多少钱 或者对啊 嗯 挺正常的 很麻烦的 很多人就想我租或者租不好租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就放在手里 然后我卖 转卖也行啊 我卖出去 然后我们以实际的经验 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身边的案例 根本卖不出去 因为泰国人不会买你的二手房 泰国人都去买新房了呀 而且他们贷款又很容易啊 又又贷款利率又很又很高 你知道吗 泰国人买二手房没有贷款的权利 哦 是这样 不能贷款 买二手房必须给全款 你想啊 泰国人有多少钱 他不会买你的二手房 泰国人大部分都是贷款了 其实你像他买摩托车 都都要贷款的那种 而且贷的非常多 对 所以这个房子意思 就只能卖给外国人或者中国人 但这个几率 其实在我们看来并不高 嗯 现在市面上都飘着多少 卖不出去的房子了 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宁愿买新房 不愿买二手房 对啊 反正前面我们说的这些 都是一些现实情况 然后一些坑 然后最后呢 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如果你非要买 买公寓 买黄金地盾 买特别特别市中心那种 这个只是用于想投资 或者说想以租养房的那种类型 我们说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投资啊 跟自住没关系 对 就是有 我们这个节目是录给那些想要投资 想要用泰国房子赚钱的人 打笑一下这个念头 这个幻想 好不好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公寓 它是有永久产权 起码对外国人来说是有保障的 对对对 嗯 心理上起码我觉得我心理上放心一点 嗯 对对 我不怕突然有人来收我的房子 或者说有什么突然的一些紧急的事件发生 然后就是买别墅这个事 如果你非要买别墅 买线房 对 别买漆房 对因为他们泰国人建房的一个是速度效率的问题 你可能买漆房的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房 而且他们建房是很不靠谱的 有的连那种开发的许可证都没有 他就开始卖了 卖完以后他有可能烂尾 然后你就 哦那烂尾的这个事情太多了 太多你根本就找不着人去解决 你上桥书一搜一大把 还有一个就是尽量不要以炒房的心态去买 对 就是自住的心态 如果你是过来陪读 或者说过来养老长居的 像我们这种情况 如果就考虑自住的情况下 我是确实是可以买一套 都自己住的舒服嘛 但前提是你要考虑好 你有三只有30年的一个居住权 对对对 最后一个建议做最坏的打算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这个30年居住权 这个心态要摆好 就是我买了这个房 我就是住30年就住30年 就在我看来我觉得是ok的呀 如果我买一套房 呃100万以内 就确实你在国内100万买不到什么房子 确实便宜 就算你只能住30年 我觉得够了 还是很高的 所以你就摆正这个心态 就我30年我够了 嗯对吧 然后如果30年以后再能去下去 你就是当然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 你当然中间不出问题 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是最好的 但一旦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你的心态 哎我已经提前打好预防针了 我住了这30年 我觉得够了 那你收走吧 对 建议如果要自主买房 或者说投资买房呢 都建议大家自己实地来考察一下 或者长期居住一段时间 你才知道什么样的地段最适合自己 什么样的房子 是自己心里面 真的想要适合自己全家居住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跟你们说一句 嗯 你要问泰国买房靠不靠谱 我今天很很确定的就跟你们说不靠谱 其他有什么补充的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踩坑的经验呢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评论 有哪个中介不服的可以在下边杠 哈哈哈 ok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给想买房想投资的宝宝们 一点好的建议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收藏加关注 拜拜 我们下期见